持續鎖定的是11點新聞 我是詹書寒 帶您來看到是山陀兒颱風 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已經增強為一個強台 它移動速度真的是很慢 幾乎好像沒動 那大家很緊張 想知道什麼時候 最有可能是登陸的時間 馬上請教氣象主播會先 好 我們來關心山陀兒颱風的最新動態了 剛剛提到速度真的非常非常的慢 在過去幾個小時 它幾乎是在原地打轉 歸速慢慢的來前進 不過就要提醒您了 接下來它還會持續的影響到我們台灣 那麼來看到現在它的位置 大概就在高雄 南南溪 220公里吃處 那麼持續往北轉北北東的方向來進行 而且我們根據最新一報的警報單 您會發現說 它的路上警報範圍更加擴大 包含了像是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恆春 花蓮 還有台東 以及澎湖 通通都包含在內 甚至剛剛澎湖也已經宣布 在今天晚上6點之後 停止上班上課 那麼要提醒您的就是我們剛剛觀察到了 在今天早上8點鐘的時候 它進中心最大的風速 甚至是來到了每秒55公尺 那麼這樣的風速 相當於是達到了16級風 而瞬間最大風速也達到了17級 甚至是更高 就要提醒您 當它這樣的風速 直接的闖進到我們南部地區的時候 南部地區是因為它沒有中央山脈 所以說直撞到南台灣影響就會非常的劇烈 我們來看到這張圖 現在預估它登陸的地點 大概就會是在這個圈 西南側的地方 也就是熱區包含南台南 北屏東還有高雄 都可能是它登陸的地方 現在可能還會有一些些的誤差 不過隨著它越來越靠近我們之後 就會逐漸的明朗 但要留意的就是剛提到了 因為這個區塊它沒有山脈 所以說當它進來的時候 就會帶來強風以及豪雨 不過圖面也看到 接下來它會來做北轉 往東北的方向來移動 那麼緊接著它就會碰到中央山脈了 所以當它碰到中央山脈的時候 強度就會減弱 我們說不管是哪一個颱風 只要是碰到中央山脈 護國神山 通通都是難以抵擋 所以緊接著它出海之後 預估在12小時之內 就會變成是輕度颱風 甚至是低氣壓 都有機會 那麼緊接著我們來看到 它的暴風圈清洗機率 在它登陸之前 我們來看到在2號的時候 預估它就會影響到台灣 而3號整個暴風圈 統統都會籠罩 所以就要提醒您 我們看到旁邊的那張圖 現在本島地區的清洗機率 這是120小時暴風清洗機率 本島幾乎突破了9成以上 只剩下在桃築以及在新北地區 只有80多% 但同樣的非常的高 尤其看到在左下角這邊 屏東線機率達到百分之百 恆春百分之百 蘭嶼也有93% 綠島96% 台東99% 高雄同樣的都是百分之百 就要提醒您 隨著時間越晚的時候 它的颱風中心越靠近到南部地區 風牆 宇宙都要留意 尤其當它的風 可能達到16級 17級風 所以說可能會為南部地區帶來了嚴重性的災害 都有機會 緊接著我們看到了在實際風力觀測 現在這是在今天的12點鐘到早上的10點鐘 目前觀察到的風力的預測 那麼蘭嶼同樣的出現了12級風 非常的強勁之外 成功台東也出現了10級風 而台東有7級風之外 恆春也有9級風 持續的都在擴大當中 到了明天同樣的都會達到10級風以上 甚至是更高 來提醒您 緊接著我們看到在長浪預估的部分 那麼現在的觀測 我們看到在小琉球浮標 已經達到了6米以上 還有的就是我們看到在恆春以及在東港高雄 也通通在過去8小時有一些大潮發生 所以最近來說當它的豪雨出現 再加上說它的潮位比較高 就容易有積淹水的情況 以上是這一節的問題 再把時間還給蘇海 好 謝謝惠仙 而另外我們看到其實10月份侵襲的颱風 它已經是秋台 那麼秋台最怕就是共犯效應了 東北季風跟颱風碰撞在一起 是非常不穩定的狀況 很可能帶來的就是驚人雨勢 那麼哪一些地方要特別提高警覺呢 持續請教會先 好 我們來看到共犯效應到底會不會發生呢 現在我們要留意的是 就是在南部地區要留意強台 北部地區則是要防範共犯效應 我們就來看到從今天下午開始 北方的冷高壓慢慢的就會帶來的東北季風 那麼再加上說颱風 它是有會帶來是逆時針旋轉 所以是東南風 那麼當兩個風向是不同方向的時候 它們會進行就會帶來了在這個地方 帶來了這個雲系 所以說要特別留意的就在北部宜蘭 以及在花蓮地區 雨勢可能就會比較強勁了 要提醒您這幾個地方 接下來都要防範會有共犯效應的發生 而且可能是在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今天開始東北風逐漸的下來 所以到時候禮拜四換成北部地區的雨勢會逐漸增加 東北部地區雨也要留意 那麼再來看到這是總雨量的預估 是從今天早上8點鐘到明天早上的8點鐘 我們看到特別是在台東地區恆春藍雨 預估山區的部分雨量都會達到200到300毫米 非常的強勁 我們也會發現在過去幾個小時包含在花東地區 時雨量都突破了40到50 這代表的就是已經出現了強降雨 也因此氣象署他們就發布了是大豪雨特報 針對在台東的山區 而從昨天累積到今天 目前台東的累積雨量也突破了300毫米 那麼再來看到的就是在高雄地區了 您看到它量起了洪框代表的是高雄屏東 累積雨量突破了山區可能有150到250 而且或者是屏東有200到340毫米 那麼屏東山區真的要特別留意 因為到時候它的颱風中心 會比較接近到南部地區 那麼剛剛也提到因為沒有山脈的屏障 所以雨勢都會很驚人 緊接著看到未來一週整體的降雨狀況了 要提醒您從今天開始 時間越晚雨勢就會更加的強勁 特別是在東半部地區 以及在南部地區 我們看到在華東一側 以及在台東 屏東山區 還有今天中部山區 以及新北山區 通通都會有局部性的豪雨發生 時間越晚雨勢越多 再來的則是在禮拜三的時刻 這一天來說全台灣都在籠罩範圍 所以禮拜三這一天要多加留意了 當然很多人會問到底會不會有颱風架呢 晚上八點鐘就會來公布 而當然都是全台有機會的 再來看到禮拜四這一天 那麼東北部 當時候它就會往東北側來離開之後呢 緊接著颱風會逐漸接近到北部地區 所以會換成北部地區 西北部就會有雨 要提醒您未來一週天氣狀況都不穩定 請持續關注我們的最新天氣資訊